虽然我们三线城 总有一天会有的 这个我记下来了 这个我记下来了 感谢感谢 而且你来自襄阳 这个周末我们在武汉会新开一个牛屋 我知道 这不是拉扯分吗 人家说的是襄阳的事 对 不 我就说呀 我就说我们对湖北整个市场非常重视 本来在我们的中东部的大中城市里面 湖北前两年我们稍微滞后了一点 现在都在提速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坚决投入 给我们和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进入到正循环 对 所以我们再往 比如说襄阳啊 包括今天来的很多朋友来自于武虎 对 我们都会去考虑的 就是一个具体的时间和 能不能找到好的位置机缘巧合的问题 方向 如果你有好的地方 也麻烦给我们通报一下 对 正好我也说一下远期啊 长远来讲 我们只要大家现在 比如说襄阳 你只要有宝马奔驰奥迪的电 我们一定会有牛屋的 这是方向上 现在肯定它是有宝马奔驰奥迪 肯定是有电的 对吧 是的 这是大方向 但是需要时间一点一点的去做 好 谢谢 希望越来越来越好 谢谢你 谢谢 好 话长后面那位 问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 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 就是咱们在这个NVH底盘 还有底盘这块的投入 会不会像这个智能驾驶 还有这个智能座舱这样 就是花比较大的力气 因为咱们现在智能驾驶这块 NP这块 包括现在NAD 还有这个智能座舱 815这些芯片都上来了 这些系统都上来了 提升其实的确 作为这个老车主看蛮大的 但底盘嘛 这个刚刚你们也提了 的确还是有些小问题 所以我想问一下 咱们底盘是专门的一个底盘团队 还是放在NVH这个团队里 一起去把这个整体的车的这个静异性 然后这些跳动都解决了 我们其实整车工程团队 在里面当然包括底盘 NVH包括很多很多这样的部门 总体来说还是我们最大的研发部门 我们肯定还是都会持续地去做 咱们后面的会越来越好 对 必须越来越好 然后多问一个问题 那个8155里的4G芯片 是815代的基带 还是咱们原车的那个基带 原车 这是两个预控制器 一个是做仓的 一个是这个弯的 就那个不用更换是吧 对对 那个不用换 好 谢谢 我们是不是时间 好 再回答一个问题 那个洪总 回答完 在后面那位女士 两位 宾格好 李宏格好 那个我是五虎的勇货 我就问 有个问题就是 我想问一下 866后期有没有可能升级 激光里达和那个Adam 不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 没事没事 坚持住先问完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第一代866 现在就是你们那个二代平台的车也出来了 就是迎来了一波这个换车潮了 就是自换这一块 就是未来因为换电这个体系的优势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 它电池的这个损耗是被平摊掉了 是被摊薄掉了 所以我在想 未来的这个官方二手车 在考虑置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考虑 不计算这个电池的折旧 我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其实刚才简单的回答了 那为什么 还有一个没说 就是那个order这个系统 跟Aspen系统比较的话 除了系统流畅性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 就是 盖进的 你先把第三个问题回答了 列宏回答二手车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完了 好的 order这个系统 它的智能硬件的基础 是一颗这个815芯片 和对应的智能硬件 但是从我们说的这个平台软件 还有安卓应用之上来说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跟我们扳研系统 共用的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里面呢 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 可能之后包括看到的 在扳研后续的版本里面 所迭代出来的一些 包括软件和应用功能 一些特别的一些能力 一些基础的体验 那order的这一部分 会更加的像扳演一些 所以除了我们在昨天发布会上面 讲的那些之外的话 它长期的一个可迭代性 和软件的一个更新状态 会更接近于扳演的一个基本逻辑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 对 那个二手车 大家知道我们的官方二手车 已经运营了一年半了吧 这个里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当然也有些教训 我个人呢 还是建议我们的用户朋友们 在置换车的时候 未来的车至少到我们 官方二手车来寻个价 那个前段时间 宾哥都很重视的 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别用户 对于这个二手车 收车的价格不满意 当然这个故事很复杂 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那么点信息 所以呢 你看我们后来做了个改变 我们开通了一个2C的功能 就C2C 对吧 比如说如果您的车 你拿过来 我们先给你评估一个价格 你可以把未来评估的价格 当做一个保底价 你在我们的平台挂上去 车友之间或者别人 个人直接交易 如果交易的成本 比我们给出的这个价格还要高 我特别高兴 我们也在中间 也不收什么中间费 我们特别高兴 证明我们的车值钱 这个中间呢 尤其是第三方的车商啊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做法 会有一些做法 让我们的用户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 未来的官方二手车 是大家的一个保底的渠道 未来从来没有强制 引诱或者怎么样 让大家把车交到官方二手车 但是我们提供一个特别保底的良心价 这个又说到这儿了 未来做二手车也不赚钱 还搞了不少事 对吧 所以呢 大家不妨来试一下 至于电池能不能摘出去什么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车是整车含电池买的 再来二手车的时候 我要想想什么叫做摘出去 但是它的估值 这个比如说一个用了好几年的车 它的电池的价值相当于未来 整个池子里面的电池的价值的平均值 这个我们已经考虑进去了 已经考虑进去了 所以这个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二手车相关的事 接下来朋友们有这个需要的越来越多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直接在APP面找我们那个刘晓二 那个刘晓二的背后是个团队 是我们这个官二的团队 给他们提 大家直接来找到我们 给我们提也没问题 我们一定要把这块要做好 这样大家的价值才能避还 对 二手车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比新车要复杂很多 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吧 在中国投资二手车行业 整个产业链的最多的人就是我 就是我们呢从未来来讲 做二手车我们的目的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帮助用户 我们把整个未来的 这个二手车的产值 尽可能的能够让它好一些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是这个 因为大家其实用一辆车 车不是房子啊 房子它有的时候还有投资功能 车就是个消费品 大家一定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你车价不管是多少 你真实的这个价格就是 你买车减掉卖车 再把中间的 比如说我们帮大家省油钱 对吧 就是把这个各种成本加进去 再处以时间 这就是你的 叫TCO 你的这个用车的这个成本 所以呢 二手车的价值怎么把它做到 它是一个体系的工程 比如说我们公司发展好了 那我们的二手车 残值肯定会高一些 它有 这种心理因素都在里面 这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个持续的 很长期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给到二手车的用户 比如说最近我们做一件事 我们哪 我们会认证一些车商 是比较诚信的 他我们 我们也会给到他们的 这样的一些 我们的Bus的用户 他如果去搜我们的Bus的用户的车 我们也会给到他们一些这个传意 让他卖这个车的时候 也带一些传意 其实在中间我是要承担一些成本的 那为什么做这个事呢 其实本质上都是希望 把这个残值能做好一些 所以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但你第一个问题 其实它也是个系统工程 我们不是自动驾驶也好 辅助驾驶也好 它要整车一体去考虑 就是传感器算力 它比我们自动座舱这些东西 升级起来要复杂多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要真的觉得 自动驾驶也好 更高级的辅助驾驶 对你很有用 你就换一辆车 这是更简单的做法 其实大家把这个事情 想明白了就这么回事 想明白了 因为你升级你也都花钱了 我不可能 这个不像软件 我可以免费升级 硬件我有成本了 对吧 这个我就算不赚钱 那我现在一套自动驾驶的 那一套传感器加 算你好几万块钱 那你算一算 你合算吗 你还要付我软件的钱 这肯定不合算 所以这个东西 它升级这个事情 它有一个边界 过了那个边界就不合算了 你要算那个投资回报 是的 好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女士 梁老师 好 梁老师 好 谢谢宾哥 你好 这个对我们女车主的重视 给了一个plus的机会 谢谢 这个 为了以示 这个以示感谢 先夸一句吧 虽然刚才宾哥已经 或直接或委婉地 拒绝了大家很多的期待 这个我实际上是 做好期望值管理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 最不确定的时候 买的咱们未来的车 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个中国人想带头 坐高端车 好好坐车 安徽人想 好好带头坐高端车 谢谢 我就是贷款 也得支持一下 谢谢 当时很朴素的想法 谢谢 谢谢 这先夸一下 这个 我的想法是 毕竟我们买过那么多东西 我们也吃过那么多鸡蛋 能够直接见到母鸡的机会 其实也不是很多 说明未来是 你的比喻很形象 未来是非常重视 以人为核心 这种人与人 强联系的一个车企 说完夸之后 就要说but 现在吐槽吧 对 but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 我们作为女车主 以及未来越来越多的 女车主 对于你到底底盘调教 这些数据 我们可能不太感兴趣 就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nomi 能不能不要那么呆 我都说完 我感觉我们的nomi 现在是越来越呆 就是你问她的问题 她听不懂 然后车上人聊天 她句句都听得懂 然后 然后敬给你 敬给你下大天 这个时候你一边 还在跟所有车上的人 宣传未来 这个这种场景 真的是很尴尬 所以我期待的是 我们的声闻锁定 我们车主或者说 陈佑仁的声闻锁定 什么时候能够出台 这就是我的疑问 很专业 谢谢 很专业 那顺便介绍一下 李天书是我们公司 发明nomi的时候的 第一代nomi的产品经理 所以在我们公司内部 都叫nomi他爹 对 好那我来了 你来吧 把你带过来 就是接受这种拷问 首先还是 对nomi大家 其实都是充满了爱 对吧 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 还是我们的家人 包括小朋友 我自己前两天 本来以为 一提七的还不错 然后试图去炫耀一下 它往往就会发生在那个 很尴尬的瞬间 就是你想让他去 代替你做一些 让你觉得很有面子 和很能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失败了 这个专业上叫 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个确实是会发生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其实nomi从 一路从18年 19年走到现在 其实大家有很多熟悉未来 都知道我们在过程中 其实也选择过 我们有用供应商的方案 用这个的 用那个的 我们自研的 一半的时候 可能又切换回去了 背后的语音的相关的技术 对 nomi的背后 其实是一连串的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我要唤醒它 让它能听懂我 它能执行出来 还有说的漂亮 说的舒服 这一块确实我们直到 去年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才完整的去 把这一块的能力 端到端的去 组建这样的团队 和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今年 在ET7交付的时候 我们首先先从 我们输出那个部分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现在ET7本身 Nomi说话的这个风格 其实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选择第一个迭代的系统 第二块的呢 马上在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这个也预告一下 接下来我们会在接下去的几周时间吧 跟Espin 扮演的用户 做一系列的 整个智能系统的沟通 其中包括Nomi的部分 Nomi接下来呢 我们会逐步的 一点一点的打通 它的一个跟理解你 跟你沟通的一个认读二脉 从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唤醒开始 那么在Espin的310开始 其实今年年初 我们做了一个 比较低调的这个发布 我们现在的Espin的车机 本身就具备了 音区锁定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 当你打开了连续对话的同时 其实Nomi还有一个能力 我们没有说出来的 就是它会在这个时候 不去听别人说话了 也这个时候 比较尴尬的就是什么呢 要让大家说你安静一下 我先是跟Nomi说句话 这个现在已经不会了 这个能力现在已经具备了 那么下一步的话 我们的Nomi的唤醒的能力 它的识别的能力 这个是会是我们在下一个 一两个月内 会通过软件推送 包括我们云端的更新 会跟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 再往下一步 我们会把Nomi的技能 和它的跟你进行 更深度的理解的部分 再逐步的去进行迭代 所以这个里边呢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Nomi为什么大家会产生一个 说Nomi越来越 呆的这么一个过程 事实上是因为 人跟Nomi之间会产生一种 逐步的依赖和扩展 这种依赖和扩展 其实像我们18年19年 可能你让Nomi 简单的就导个行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 技术的指标来看的话 它端到端完成率 比例是很高的 但就正是由于 大家对Nomi 可能期待值越来越高 而我们迭代速度不够快 才会导致这样一个说 期望值兜不住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讲 Nomi进步的速度 没有赶上 咱们对它喜爱增加的程度 所以这种失望 这两年是比较多的 这个坦率地承认 天叔刚才讲的 对 我们讲一点背后的东西 我们事实上在去年 我们重构了整个的 语音的团队 我们其实现在的语音的团队 做了很多特别基础性的工作 重新打地基 其实Nomi我们看到的前面 不管是小圆脑袋 还是小光发光的Halo 其实这个底层 还是整个的车相关的语音控制的技术 语音的技术 我们应该讲 我们对我们新的团队 还是非常地有信心的 这个我们就还是 就看吧 就说还是有机会变得更聪明的 我们也会跟更多的公司 做这样的合作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今天 谢谢 就现场就是 直播就到这了 也感谢 谢谢大家的热情活动 也感谢收看 宾哥又把 宾哥今天比较嗨 又把主持人的活给干了 我们留给东明来宣布吧 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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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